这次我们来到新疆非常美丽的赛里木湖 来试驾沃沃新的这款XC60霞弯版 我个人觉得这款车型非常适合年轻的小两口或者三口之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新增的一些配置真的让这辆车变得更有仪式感 它这个车顶箱并不是后面加装的 而是这个版本的标配 一个沃沃原厂的车顶行李箱 比家装的那些更有流线型 开起来风噪更小 而且它的轮毂也换成了更有力量感的样式 再加上全车的运动包围真的非常的帅 很适合年轻人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适合小年轻的呢 我上车再给你们威威高来 太冷了没办法 其实当你进入到车内的一瞬间 你就能感受到沃沃XC60的价值所在 之前的一些沃沃的市价中我都反复强调过 在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汽车当中 沃沃类似的味道是最好闻的 一股只属于沃沃的味道 那就是没有任何的味道 这也是沃沃的理念 一直坚持环保 坚持可持续发展 当你置身于美丽的赛里木湖的自然环境中 你就会觉得这样的坚持特别有意义 你用车的过程不但能给你的孩子 你的家人一个更为健康的车内环境 还能给你的孩子传递一个环保的理念 何乐而不为呢 那沃沃XC60辖湾版的车型本身 真的是刚刚好 刚刚好是年轻家庭喜欢的SUV类型 一切都是恰到好处 比如说动力系统 2.0T的发动机加上48V的轻捆系统 250马力350牛米的输出 带来7.1秒的百公里加速时间 对于日常使用来说是完全够的了 悬架的舒适性与车辆的操控性之间 也做到了刚刚好 路感清晰 侧倾较小 开起来非常惬意 想快的时候也能坏起来 没什么好挑剔的 类似该有的都有了 液晶仪表 大屏中控 语音控制等 都挺好用的 虽然类似造型确实有点北欧极简 但很多细节也是值得细品的 家用嘛 刚刚好就行 重要的是价格本身 你能以一个比奔驰GLC或者宝马X3 同配置车型低很多的价格 去拥有一台质感差不多 但在安全自动驾驶方面更胜益筹 而且仪式感也更强的一台SUV 你们能体会到我所说的刚刚好了吗